我当时担心我自己 因为我真的觉得 B级给我的冲击 才打上死前一搏的那种感觉 不改了 就这样被你征服 喝下你攒好的毒 这次我们要想获胜的话 那就是我们要大抵分的取胜 自知此地而后生 就说如果云知道 如果云知道 难度不是很大 谁唱的这么好听的 我比较期待杨宗伟 因为他呢 有一段时间是红极一时 但是不晓得他这次选什么歌呢 我今天真的给你准备了杀手前 这个是绝对绝对厉害的 什么东西 为什么是我看的那么慢 只是刺客我的 我的心情一样 脚步式非常沉重 每往前一步就觉得 压力多了一分 胜出今天晚上没有别的 就是胜出 哪怕我们当第六名 这是我最低的给你的一个 好 我先讲一下 倫拉 倫拉 有人吗 嘿 右 哈喽 谁呀 嘿 老师好 嘿 嘿嘿嘿 怎么样 怎么样 很惊讶啊因为因为他是毕竟是这首歌的原作者嘛所以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帮助 我的剧情有我的爱恨一如图 好听好听 你有个哭腔蛮好的 偶尔会出来一两次一两个字的那个地方那个是的确是大家还是特别喜欢的 就这样我就信心被子 你说杨总伟要唱这首歌会什么样的 因为上次我听了杨总伟的唱歌我觉得他很细腻 你帮我观察其实跟征服的感觉其实也有一些雷同都是很难唱的歌曲 我觉得我俩都挺危险的一个第六一个第七 我倒不太会认为亮哥他这一次会被淘汰 因为我觉得他选的这个歌很好 多一两个 我觉得好像一个签名一样 很好 这就比刚才那边似乎很多 似乎很多 似乎 似乎 今天晚上就那么一搏了 行就行 不行也得行啊 你愿意给我们换吗 不愿意 你抽吧 都给你做准 就这一个 我们要抽啊 六号其实不错 挺好的 你看你的手气这么好 一抽就抽到六号 这叫手气吗 这叫命运 上天的安排 六号 来拜访一下 政府宣长 宗伟加油 其实你穿得特别好学习 你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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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没参认一个好经纪人呢 白虾你是歌手 他刚唱的有什么歌 宗伟 走走 有机会换经纪人 然后把房间号也换了 这房间走过一个人 好紧张 五五四三二一 先走 马上就要开始了 又是一场残酷的比赛 今天晚上 注定有一个人将要离开 淘汰 是我们这些歌手 最不愿面对的事情 但是既然 有了这样一个赛制 我们就必须 竭尽所能 全力以赴用心歌唱 不管今天晚上的结局如何 请现在所有的朋友 用掌声给我们七组歌手 加加油好吗 谢谢 今晚的七首歌 是歌手自己来选择 他们希望翻唱和改编的 把别人的歌 改编成自己的味道 专属于自己的味道 其实 难度很高 也很有压力 我们拭目以待 马上 今晚的第一位竞演歌手 即将登场 至少举心 其实唱歌 是为了 喜欢听歌的人而唱 歌曲是没有年纪的 歌曲就是在你心中的一个 一个记忆 这边有点累了 没什么意义 抛不开旧山的腰 可爱 用速度换回酷 痛快 孤单 被热闹的也感冲 就从告白 是留给我的悲哀 真的像玩了 谁爱有其三男 哦 很好吃 漂亮 下一位歌者 听说呢 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 之后的每首歌 他只唱女歌手的歌 对 他是个男歌手 上舞台以后多吸几口气 不着急开唱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很少看你 小邦老师你接触给我 很少看到这样 奇怪了 几万的场子都唱了 他唱过几万人的 五万人的场子吗 杨忠伟 不是他 这不是他 但是今天这个场合不一样 因为都是优秀的歌手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很少看你 小邦老师你接触给我 很少看他这样 奇怪了 几万的场子都唱了 他唱过几万人的 五万人的场子吧 杨忠伟 不是他 这不是他 但是今天这个场合不一样 因为都是优秀的歌手 是 接下来呢 他要唱的是 娜英姐的 征服 他将怎样征服我们 我们拭目以待 有请他登台 加油 中伟 他唱得很好听 这是我们家宝哥 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佐々 Hokko 哇 鲜 支持 树 让 做 董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神符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分身碎骨 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 顽强的我是这场转移的俘虏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坚固 我的决定是糊涂 就这样被你征服 和下你藏好的图 我的剧情已落幕 我的爱恨已如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我明白两人要的是一个结束 所有的边界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 你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 却叫不惜我胸口灼热的愤怒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坚固 我的决定是不足 就这样被你征服 喝下你藏好的毒 我的剧情已落幕 我的爱恨已如同 你如果经过我的瞳目 你可以双手合适为我祝福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坚固 我的决定是不足 就这样被你征服 我向你藏好的毒 我的剧情已落幕 我的爱恨已如同 我的剧情已落幕 我的爱恨已如同 谢谢 我想给大家透露一个细节 在唱这首歌之前呢 宗伟呢 请来了我们的词曲作者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 袁维仁老师 他现在也在现场 我们的小胖哥 哈喽 谢谢 他请到原作者 给他好好地上来这个课 一起来反复的设计 该怎样改变他演唱 我觉得男生版的征服 是一种比较无奈的感觉 一个男人被征服了 好像这次是真的有一点 自知死地恶后世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中文至少 他在唱的过程里面 他几乎是一气呵成 零失误的状态之下 整个后面的气势 我今天看到中文的表现 就刹那间我会忘记 这个歌原唱是哪里 的确有一种 有一种男人 在演唱征服那样的感觉 他内心是一个 非常纯真的一个歌手 我觉得这个歌手的纯真 和不世故 是站在台上的 很重要的一个法宝 中文 今天唱得好 太好了 太好了 那个 今天唱得好 太好了 这个歌也很对了 我是非常消失的 那是 看我这首歌可以小上 她自己习惯发生 有美声那种感觉 哦 这样把这首歌运把他全闪开了 很好听 声音全出了 你们今天特别嗨 我都看嗨了 这歌 哎呦 现在还流汗了 你知道吗 唱完那首歌就开始流汗 一直流到最后 你在那唱的时候 唱完我说快开点门 太热了 今天这歌基本都是大PUB 蛮紧张的 因为上一集比较 车席比较 对 垫底 抽签 抽到前后顺序对你有没有影响 对 抽到六号顺序 还不错 所以我今天在听三姐唱那个跟着感觉走的时候 我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 来 我要跟着我的感觉走 是 是这样的 第二轮第二场的今天的确啊 不管怎样都会有一个答案 我自己带着安眉来了吗 这是我的热情 好像一把火 我可以玩吗 带了一个响板呢 哇 他手脚都会抖哎 很好玩哎 你看 你看啊 刚才刚提到一个特别严肃 特别令人忐忑的话题 马上转到这儿去了 大家不愿意面对这个结果 是吧 因为大家都唱得很完整 对吧 真的不知道 今天的500人是怎样的喜好 让蜘蛛侠离开 真的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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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关随 他今天上的也很好 因为这首歌其实也 他全制的也非常好 就这样被你称呼 因为他的发声本来就已经很完美了 很厚 然后该高就高 该低就低 拿捏得非常好 此刻的心情大力量非常忐忑 因为我们今晚既要揭晓今晚竞演的排名成绩 同时呢也要统计两场比赛各自的百分比 总百分比还在最末的将会淘汰 并由新的艺人替补进来进行比赛 现在本场竞演的成绩已经在我的手中了 立白喜一夜 我是歌手 第二轮 第二场竞演结果 第一名 现在本场竞演的成绩已经在我的手中了 确确实是难以预料 我想呢 从第一名开始宣布 立白喜一夜 我是歌手 第二轮 第二场竞演结果 第一名 第一名的获得者是 第一名 雨泉 恭喜 恭喜 我先帮你 太我脚了 我感心 恭喜 恭喜 第三名 黄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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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 陈明 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一场都往前迈进一步 在我们这么多比赛以来 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平局 第五名得票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有两个第五 我就争取第五啊 就尽量不要被淘汰就好了 第五 第六都没关系 第七也没关系 第一个第五 上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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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第五名 另外一个就自动成为第七名 另外一个第五名的获得者是 第五名 快快快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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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啊 杨宗伟 杨宗伟 今天主要抽签抽得太吃亏了 没有 没事 今天继续唱唱 表现都不好没办法 那么小哥自然成为本场的第七名 那么现在我马上就要宣布谁 是两轮比赛当中排在第七位的 经过上场和本场得票百分比 相加之后还在最末的歌手是 杨宗伟 杨宗伟 很开心 谢谢 杨宗伟 感谢宗伟这一轮比赛当中精彩的表现 那么下一周呢我们期待 你有精彩的反场表演 能够展示你音乐的最精彩的 给更多的观众 这其实还蛮开心的 然后就是有这个机会 当然也很感谢就是节目的邀请 然后我可以跟虽然我只有来两期 可是其实我觉得在这边 站在这舞台上的每一位 我小哥 我可以称呼你叫沙宝吗 当然没问题 然后还有雨全 二位然后还有三姐 还有明杰 当然还有文杰 我觉得大家都 给我很大的怎么讲 他们都 都怎么讲 不太会说 反正我就觉得 就他们人都很好啊 然后我也没有任何的遗憾 对于成绩不好 自己又很又很懊恼 其实心情上是会低落的 那个那是没有办法骗人的这样 对啊 但是就真的很谢谢小哥 很谢谢三姐 那在节目当中的其他伙伴 像沙宝啦 雨全啦 然后陈琳姐 还有文杰 我觉得说 也许我跟他们的谈话 字数不多 我不是他们传达给我的那个信念 都是勇敢的 都是都是很坚定而温暖的 所以我也很想跟他们说这些信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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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开心 对啊 对啊 这点高兴的车吗 对啊 哈哈 我真的 啊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没事的 太惊认了 虽然我们很多 北京 北京 北京再见 也只是从来下围棋 没下不上棋 突然下下棋 一下赶过来 下面唱片咱们都会做干政 最好 最重要 拜拜 拜拜 刚刚坐在那里 我不知道跟弟弟聊天了 没问题 很开心可以在自己愿望 她也 每一次晚上晚上吃 因为我也得过那个 我也知道 特别知道他们感觉 很紧张很紧张 很紧张 因为你愿意愿望 我能看着 我们俩交给线 我们俩交给线 三 一 二 三 三 拜拜 我想要大家的认同 我应该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在台上的停留的时间 用我最真的态度去面对